奶家来个亲亲串门 好家伙拿个这么大的瓜 我奶兴奋的执照相 让我俩求走给他做了 这一个瓜呀将近三十斤 我弟搬回来腰子差点没那么累掉了 馅儿包酒了 剩半辣给我弟留着当包枕了 完了剩点面给我奶烙饼了 正好大饼小饼落一盘 来的人吧我管他叫三叔 他愿意喝点小酒 我就给他做了只啤酒鸭 我说奶有鸭子了 是不是就不用做肘子了 我奶说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 那没有肘子奶的面子 不成鞋垫子了吗 为了奶的面子 咱得接着使劲呀 接了一个鱼鳞茄子 刀工一般那看着还行 做了个葱茂羊肉 羊肉买得多 剩下我打成丸子了 菜做了一锅茄子酥鸡鱼 我先多做点 我奶能放冰箱里当罐子吃 完了这个菜可有讲究了 老话讲土豆烧肥肠 咱奶真要强 我弟还想跟着蹭一口 我说你拉倒吧 你吃赠品吧 来吧吃香虾 那茄鱼 刮饺 香肉 肘蛋 拔地 皮牙 肠豆 葱肉 羊炉 饼 大地鸟 鱼鳍 这就给奶打包走了 三厨家来了四口 我爸和我姑他们也在呢 我俩就不愿意在那吃了 老规矩一样留一口 工作餐呗今天 完了我今天啊 我就耗信 我问了我哪一个问题 走的吃没吃过我呢 你说啥呢你 那肘子我能吃够吗 我最爱吃大肘子 我最爱吃的 我最爱吃的 我最爱吃的